我没想到今天抽到这个号 我是北京工修组的 我们全家一共今天来了八个人 抽到了这个号 叫我上来了 我想问卢台长 我学佛一年半了 头一年念了三百多张 叫房子了 直到现在 我每天基本上 一个月能念三十多张吧 然后我现在的左肩和腰 特别不舒服 尤其是左肩 晚上的时候最厉害 左肩膀是吧 你几几年数什么呢 四九年的牛 我告诉你啊 你痛是痛到这个地方 是 明白吗 是 而且已经抬不到这个位置了 对 也背不过去 老妈妈 我告诉你啊 我看到这地方有很多的活鱼 螃蟹 你过去吃了很多 好 什么叫好啊 不是不好 不好 改不改 我改不改 我就是明白了的意思 每天念四十九遍 往生做行不行 行行行 全部把你这个胳膊夹住了 好 明白了吗 你必须要消除 我告诉你 很灵的 你如果一天能够念七十八遍往生做 你连续念三个月 你要是抬不起来 你下次别来见我 好好好 好不好 行行行 那我这腰呢 这后腰 一样 后腰是靠下的 靠下的地方痛 是是是 没什么大问题 老妈妈我告诉你啊 没什么大问题的 你念大悲咒 合掌 念完了之后 拿两个手啊 搓 搓了这个之后 就往后背这么搓 就往胶筋地方搓 好吧 念大悲咒的时候都可以搓 台长我再想问你一个 我妹妹也在底下坐着 我妹妹是五三年的 不能问了 不能问了 好吧 老妈妈啊 师父好 我是昨天刚刚拜师的 哦 什么昨天刚混进来的 请讲吧 我说我之前真的是很愚痴 直到昨天才想通了很多事情 包括我真的很感谢我男朋友 他现在也在当中电视机这里 他也是这次的义工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小阿姨的身体 他也是昨天跟我同一批拜师的 他今天也坐在下面 他是七二年属属的 请台长帮他看一下图腾 他的妇科这里一直不好 一直没有孩子 七二年属属的是吧 七二年属老鼠的 他现在就坐在下面 哦 我告诉你呀 他非但妇科不好啊 他还有子宫肌瘤 听得懂吗 在两边都有 他开过刀的 对了 开过刀就肯定是开子宫肌瘤的 那台长怎么办 他现在每个月很痛很痛 他来起来 他上班都不能去上班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帮你看看什么问题 哎呀 怎么会 有一个人 我只能说人了 我只能说人了 我不说人了 人在他的身上 这个人呢 好像头发很少 听得懂吧 那我看到的我就讲了 好吧 你呢 能不能帮他念点小房子给他 他自己也可以念 他自己也是同修 他也是同修 你赶快叫他念 要几张小房子 他要108张 108张是吧 好吗 台长我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 你叫他保持这个肚子不要着凉 好 好吗 他经常肚子着凉 这是从生理上来讲的 但是从灵性上来讲呢 他就是有一个男的在他身上 我也不想看 因为这个脸很难看 听得懂吗 台长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吗 就是我自己 我觉得真的是修得很不好 很不好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包括今年清明节的时候 我爸爸把所有的经书 包括这一次香港的男朋友都拿走 没关系的 有缘就有缘 没缘下次再度了 无所谓的 我这一次也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来的 好了 你讲赶快讲事情吧 这么多人听着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念礼佛大忏悔文 帮你爸爸念 因为虽然你爸爸做错事情 但是你是女儿 你就必须救你爸爸 就是像你的孩子做错事情 你必须救你的孩子一样 好好念礼佛大忏悔文 没有问题 你今天跟台长讲了 台长是第一个先原谅你 以后菩萨一定会原谅你 好不好 你不认识啊 我以后还是要看我 没问题 我从你身上 你不要做错事 我为什么不听我